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型途之業》 我叫欣 現在來到珠海的平沙深城 我身後這個項目叫做京華駕入灣 是一個可以看到海景的項目 現在跟我們進去看看 MING ENG情的項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大家介绍京华教育湾所在的区位位置和周边配套 看这边 这就是整个京华教育湾的区位套 所在的位置就位于珠海最边的平沙区域 下面就靠近高难港经济区 如果是向香港这边过来的话 即是港珠澳大桥有两条线路可以过来的 第一条的话是走港珠澳大桥连接线 走红河大桥 经游河港高速 再向高南港高速到京华隔日湾所在的位置 或者最原始的一条路就是走珠海大桥 珠海大道一路直接过来 在屏东大道拐弯 然后走入升平大道 就到我们这个所在的位置 如果我们在人工岛出发的话 全场用时大概1小时零10分 其实路程都不算比较远 全程的话都是比较方便的 一条路就可以过来 还有我们京华隔日湾所在的位置 是位于整一个平沙所在最繁荣的区位 因为周边大家可以看到 平沙的实验小学中心幼儿园都是齐全的 还有平西一宗也是在周边的学校 周边的学校配套非常多 还有我们珠海一宗的平沙校区 省一级的示范高中都是在这里附近 而且除了这个教育资源之外 它是目前整个平沙来说商业最繁荣的地方 包括我们前面有一个文德广场 还有我们前面有麦当劳恒德基 这个浴海国际广场 这些全部都是齐全的商业 还有我们有一个外琴海的酒店 时代港的一个商业广场 包括里面有电影院 这些各方面都齐全了 我们去长途汽车客运站也是很近的一个距离 距离比较出名的平沙隔离广场 隔离的平沙9号也是很近的 一条直线的一个距离 我们周边的话商业配套是完全齐全的 交通来说它又靠近我们这个高栏港的高速 还有我们靠近珠峰大道 去西部沿海高速都是很便利的 门口升平大道的话它是一条煮缸道 去坐公交的话 我们这边是有直接的公交线路 可以回到我们的市区 例如我们这里可以坐长途的汽车总站 可以坐我们的汽车回去 或者门口也直接有公交车站 可以回到市区这些区域 总体来说周边配套是非常齐全的 我们跟大家讲讲我们这个项目 整个京华介入湾目前来说 是除了海泉湾之外 整个平沙来说最大的一个项目之一 它是分三期去开发的 总的一个占地去到23万6平方米 建筑面积接近50万平方米 一个超大型的社区来的 分三期去开发 A区 B区和C区 AB两个区早就已经交流入住了 入住率都达到95%以上 整体来说这边比较大型的成熟社区来的 C区的话它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社区 C区它都分三期开发的 这一边是一期 中间这边二期组团 还有这边的一个三期组团 非常之大 它们的户型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这一边的话 好像我们目前正在在售的 这个C区五栋和十二栋 它是一些小面积两房和三房 前面这里就是86的两房 旁边这些就是三房 113平方的一个三房 三房它是南北对楼的一个户型 这些是小面积 前面的话 这一排由我们的14栋到20栋 它就是大面积来的 两梯两户的这个半楼 它的面积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大一点 去到大约是 104左右的一些户型 还有我们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 複式 180平方的这些产品 如果你是想要 可以几代同堂的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柳黄单位 九座和十座 这两座就是柳黄单位 160平方的五房 如果是想要一些 小面积一点 又不想太小的 可以考虑二栋和三栋 二栋和三栋的话 就是130平方 相对来说的话 我们由两房至到五房 这些户型都是有的 这个整个三旗的话 户型就比较多 三旗的大门在这个位置 都是三旗 其他的东南西北 都有我们的一个出入口 人行的和车行的出入口 例如这里 就是我们的停车场的出入口 和人行出入口 你可以看到三旗中间的话 还有我们的这个 噴水池 泳池之内的这些配套 这边都有泳池 整体三旗的圆林的话 都是非常之大的 它旁边这一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商场 一出门口 你就可以享受这些配套 相对来说是比较齐全的 现在就带大家上去看看 我们整体的这个实体小区 大家可以看到 我后面这里就是A区和B区 已经交了楼 这边前面这里就是C区 C区的话 它除了第三期组团那边 是期楼要到明年的年中才可以交楼 其他的一期二期 就是C区的一期二期 它就已经是现楼 搞定手续 给了钱就可以收楼了 还有它们全部都是无批的 我们B区C区两个区域都是无批交付的 就没有精装修的 大家可以看到了 除了这样的话 周边我们的配套非常齐全 这里是一个商业 商业前面就是酒店 周边的商场也很多 还有前面这些楼盘 都入住得很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图 周边的话 有我们的公园 亚继山的公园 有我们的这个人民医院 它是二甲的医院 还有周边的学校真的超级多 好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 这里有个巴士站 是的 我们一出门口 向后面走就是商场 商场也开业了 这里算是我们平沙最旺的地方 人气最多的地方 人流最集中 是的 因为刚刚我们开车进来的时候 看到居住的人群也很多 是的 都是往这一边的片区来走 在这边比较聚集 包括就算是高栏港那边的话 人们都是在这里住 楼下的商业街都开齐了 我们这里有巴士站 我们可以看一看巴士站 有多少巴士 和分别往哪里 城鬼珠海站 826 这个是返回珠海的 拱北 我们再往前面走 你看入住率真的很高 AB区其实它的入住率很高 就是我们这里 这边销售跟我们说它的入住率接近九成半 几乎全满 和市区的入住率不相伯众 还有你看到我们市区这边的话 全部都建好了 应该都是在搞外场和园林 对啊 它的楼间距之间是相对比较阔落的 人流都比较密集 主要我觉得它整个占地很大 你卖的户型又多 对啊 你说自己一个人住的两房 还有一直到几代同堂的五房都有 达6平的又有 180平的也有 你想要平衡就行 要幅室就行 智音君选渣 对啊 很多简宅 而且这里因为来高栏港那边就不远 高栏港那边的人收入相对来说是比较高 所以这边都是高收入群体来的 因为高栏港又没有楼盘可以开发 都是往这边去住 周边配套是胜熟的 要吃的又有 要商场又有 自成一个体系 真是所谓的平沙新城 对啊 那边又有 这边有车站 这个新区 刚刚这个销售给了很多的回形图给我 我们要去看示范单位都有很多个 你看我们可以看86平方的113平方的 184的 181的 168的 183的 你可以看很多个回形 Jimmy 你最想看哪个 我想看他的顶覆 顶覆 顶覆好像没有示范单位 但是那个168的 五代同堂的这个回形就有了 哦 这里是幼儿园来的 它是一个幼儿园 哇 走了这么久 哎哟 终于快要到大门口了 哦 楼下也有一些临街商铺 对啊 都开了 真的很大 哇 到了大门口 下面的话这些花机还在弄 如果弄完也挺气派的 你看看 那个大门口其实看起来很气派 这个算不算平沙新城最大的一个屋园 除了海泉湾之外 但是算是了 它有50万的一个建筑面积 哇 来一下这些电弹车 多少堆在这里 这里可以开这个小点洞 是这个大门口的 哇 来一下 都是宣传的 就是大门口的 好 来一下 大门口的 是 这边是3 这个是业终的 而是傻药的 你就可以收留 C區一二期是驗留 三期是企房 物業都頗嚴格管理 一進來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就是我們的圓林區 很大廈 那邊入門口就是我們的快遞櫃 快遞的一個停放店 外面就是商業街 這裏有我們的區位 我們現在向這裏 北門 到時到東門有一個門 直接去商業中心 南門兩邊 這裏有一間幼兒園 我們先走走 我看到已經有人入住了 對 樓間之間都很闊 這邊是水景圓林 那邊是泳池 還有一些索膠跑道 有些休息的椅子 這個圓林也很大 一樓直接過去 可以看到外面的山 而且這邊靠近海 風般吹過來 其實是很舒服的 我想知道它的泳池在哪裏 它有污影 現在我們可以去2棟 即是這個 看130平方 還有可以去7棟 看86和113 可以去8棟看104 再去9棟看168 最後再去16棟看101 很多 很多 我們由最近的2棟開始 樓間距最少都有4-50米 最遠的樓間距有接近80 先看這個2座 這裏可能比較適合一家大小居住 會較多 找到退休人士適合 對 周邊有甚麼都有 又比較便利 但這裏有鬧鐘取正 好 我們去2座 2單 0 樓下的隔空層都很高 很高 最少有6米 因為它是無批交流 你要自己裝修 樓下有介紹這些裝修套餐給你 這邊 那邊應該是活動區 或者連去1單元 因為我們這裏是2棟2單元 兩部電梯 它有管家 1 2 3 4 度 加上雙口 很英俊 我們往這邊 我們現在就在2棟2單元的24樓 我們看看這個是陽板房 示範單位 它做了裝修 但我們交付是以夢批去交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130平方的 一個3個2T2位 雙陽台設計 粉紅色這些是送了一半的 綠色的是全陣送的 有兩個陽台的送的 面積比較多 賣的話 要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位置是一個電梯位 因為它是這樣雙開的 兩戶 所以這個位置有一個套位 是電梯槽 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這個廳位 是長條型的設計 正宗的客廳的開間 是3米7 進去看看 當時紙帽門 其實門口也很大 一進來 是藍不對樓的設計格局 3米7的這個廳的開間 哇 景色很漂亮 風也很亮 這裡是可以看到海的 向那邊 周邊一望無際 很涼爽 對 很舒服 很涼爽 門口這條路 可以看回去那邊 住宅群體相對比較密 可以在這裡看到 我們這個中軸線的圓林 這裡就是中間位 我們剛剛走的區域 這裡位置中間 那邊還有泳池 不過還未整好 整好會更漂亮 那裡還是我們另一個 南門的出入口 小盔其實是挺大的 你看看 大家參考它的格局 因為我們到時是毛皮 毛皮交褲 這裡是我們的餐廳位置 這個就是 它們的電梯位 對 嘩 這個廚房我覺得可以 它這種裝修又比較清新 我覺得整個空間感很闊 長條形的廚房 長條形 這裡有明窗 這裡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看到繁榮的區域 這裡還有座 A區 B區的進去 這裡有一個露台給我們 這個露台很大 你看 這邊可以看得更清晰 那邊全看了 很涼爽 没有通风很涼爽 前面那些二十多层 就是我们超过二十层以上 景都漂亮 对 好像我们现在在二十四楼 但是景观非常舒适开阔 没有遮挡 还有这个露台其实是很大的 你其实可以封玻璃之后 你算是多一间好像小房的用途 对 但是如果你不封 你看这样在这里喝茶吹风 其实也很舒服 在这边浪衫 浪衫曬皮空间很大 还有这里有飘窗 你直接可以造成南北对流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参考它这种装修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供位 高滑空间都可以的 不小的 它是一个三房的设计 我们这个位置是客房 客房其实挺大的 因为它的飘窗台很阔落的 可以放到现在放在米5的大床 三边落床 放在衣柜 这边就是儿童房 L融形的彩光飘窗 做塔塔米就最棒了 是 是不是 不应该有设计它这么放 因为这样放空间很小 直接做了塔塔米 还可以整好一大排的柜 空间这样就出来了 是的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主人房部分 它是一个套房的设计 这个套房也可以 我觉得它的装修其实挺好的 可以参考一下 它的窗也是L型的一个飘窗 主人房相对会大很多 三边落床的空间是非常阔落 但是这个白衣好像小了一点 我觉得它的实用性不是特别强 空间可能放在厅 厅位 餐厅 因为房间你8.3才做三房 比较小 可能就放在厨房和厅 那里 我们去看其他的这些户型 我们现在就在7棟这个顶楼 这里看86和1.13这个户型 我们卖的话就是5棟和12棟 卖的这个户型就是两座 过来这边看一下小的86 86它就只做了两房 但是它也是商量桌 86两座商量桌 对啊 两房一围 但是它也是子母门 两户 这边两户86的就像南向 哇 哇 哇 这个厅一点都不像86 哇 很开阔 这个厅都很OK 是的 但是始终两房一围好像小的那些 我 这里有一个小的阳台 看着这个园林景和外面 到时它那边 5座12座那边 那边看着园景和看海边 要多一点 很浓烈的厨房 很浓烈的厨房 这边都可以放酒櫃 哇 看一下这个景 我反而很喜欢它的厅 可能它精华的这些户型 全部都是厅大 是的 房间就收小了 哇 这个景观 绝 是毫无遮挡 你如果选前面的5栋和12栋 前面那一座都是无遮挡 因为前面那一排是比较矮 我们188的顶幅就是那边 包括天台 是的 包括天台给你用 是独立的 但是第一幅就没有做示范单位 这边左右的房间 中间是我们卫生间的位置 这间儿童房 它做了塔塔米的一个形式 你可以看到整间屋的布局 你觉不觉这个户型 其实和我们甘帝的比较相似 是的 甘帝的80平方两房就是这样 因为是一样的户型 对 厅大小也差不多 这个是住人房部分 住人房的这个朝向和阳太一致 其实我觉得它86如果做两房一位 相当小了一点 是厅大了 值得一提的话 就是我们这边京华加热湾的物业 是用金地的物业2.7元 一平方 这边80多的都可以 86 壶形格格是很好的 很方正 整个开间都很阔 哪有3米7的一个开间 就是房间小了一点 我们去看看113这个 113是一个三房的设计 它也是左右各一户 也是商阳台 基本上都是商阳台 无论大小 全部都是商阳台 但是它是横厅 这个横厅 你感觉如何 很阔落 很阔落 它这边的话 是有飘窗台 还有这边是露台 所以它的通风效果是很好 还有你在厨房 再加上客房那边全部打开 你整间屋都是对流的设计 你一打开风阔 我的头发即时就飘起来 这个可以的 不然这边的景色 没有那么漂亮 差一点点 因为前面这个 挡住了 景色肯定是86的 会舒服一点 它整排是这样 一排过 厅后面就是另一间房 整排过 我们由这边开始看起来 大风门也关了 一声关了 这边就是我们的厨房 这个厨房 这个厨房比较小 86的更大 但是它的楼台真的大 哇 你不发觉生活楼台的景观也很漂亮吗 我发觉真的很舒服 我感觉比景观阳台更漂亮 对 这里是一间客房 二同房 练住了生活楼台 畅人挑选 我喜欢这个景观 我喜欢这个景观 我们已经是现楼交付了一期二期 所以旁边会看到有人正在住 看看我们的儿童房 这间儿童房可以做书房 做客房 如果觉得小 可以拨出去练着老堂 再大一点 我们的宫位在这里 它是一个干湿分离的设计 但是这个是自己做的 因为它没有皮膠 你可以做干湿分离 也可以打开它 这间房它做了塔塔米 显得整间屋很大 柜位很多 可以做二同房 显得整间屋很大 做客房也可以 主行房部分就在我们的厅后面 好像这个门有点窄窄地 但是它的空间很大 林浴区那里可以放浴缸 你看这间房 空间都可以 我其实看了这么多个户型 最大的168 我们等一下去看它 我们看了这三个户型 我觉得反而我是最喜欢这个 123 我觉得它是 比较合理的布局 还有房间 还有厅都会显得大一点 好像86 和刚才我们看的133 我认为83 我觉得还没有这个 可以开阔舒服 因为这个是横厅 可能是自己观感的问题 我们现在去看最大的户型 比较一下 现在来到了我们这个大户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大户型是168平方 四房两厅三维商药台的设计 它的开间都非常阔落 有整个4公里的一个开间 同样这里 在厨房位都是一个大大的生活露台 进去看看 两梯两户的设计 相当于这边自己独梯独户 都称字母门 进来这里可以放一个鞋柜位 这里首先是一间房间 它说是套房 可以做障眼者房 这个空间也足够了 很大 你看它放了衣柜 两个床头柜之后 一样可以放一张米5的大床 以及做到三边下床的一个空间 它放了这个床头柜在这里 就是这个电视柜 其实如果不放电视柜 它会阔落很多 这是一个长者房套间 这边有一个柜的位置 你可以像它那样设计 你到时这里做一面的鞋柜 一大面的柜也可以 或者是收纳柜 进来可以见下我们 这个4米5阔的一个大的客厅 哇 这一座的话 看得会更加直观很多 哇 可以在这里看到那些学校 那边全部都是学校 平沙小学平沙中学 嗯 阳光很猛烈 那我们看一下 饭厅这里 它其实可以放到大圆桌 因为它现在已经放的是 八人份的餐桌 实际上这个位置放圆桌 是完全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是的 还可以后面做酒柜 它是有一个飘窗台赠送给大家 就可以做到南北对楼的这个设计 对了 这边就看回压继山的公园 厨房 哇 这个厨房更厉害 很大 那些贵位很多 而且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本身是有一个露台的 它就做了保姆房 你看 採光很厉害 这个L型的採光 90度光 看着海景 看着山景的保姆房 正 整个空间是很大 如果你不做保姆房 其实是 做一个茶室 或者是直接有一个开放的大露台 景观露台 平时有空就吃烤烤都可以 可以 如果是 其实 说是保姆房 你做一间客房出来 臨时的客房是完全可以的 招待一下朋友过来住 让我整整个马爪房 哇 你有色探 打马爪的时候可以在厨房吃东西 够近 我们看一下房间式 这边是儿童房 每一间房基本都有这种大大的飘窗 这边是南向的 这间儿童房都够大 非常阔落 对面是我们宫位的设计 那些彩光太厉害了 很猛 很光猛 我感觉不用开灯都已经很光猛 那这边是一间书房 其实它是可以用来做塔塔米做一间儿童房 可以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飘窗 我觉得这些大户型适合几代同堂 三代同堂 这边是我们的主人房部分 如果计算我们的阳台那间房间 我们一共有五房 五房 一进来这间主人房是很大的 因为它的飘窗都已经是L型的彩光飘窗 放的这张大床更加是一个两米的大床 还可以做到三边落床很宽阔 这边放了我们的梳妆台加我们床头柜的组合 过度还是比较宽阔 然后这边可以隔到一个衣帽间出来 其实如果不隔屏风 直接在这里摆柜都可以 一个小型衣帽间的设计 这边还有我们的卫生间 卫生间它其实是比较大的了 其实它可以放到浴缸 放到 我觉得这里做一个浴缸也是刚好 这个168 即接近170平方的弧形 是可以做到五房 这个就符合大面积的豪宅设计 其实刚才我们看的那些弧形 相对来说真的算是 偏小 偏小 可能它的实用没那么强 其实它的赠送已经很多 但是可能是中间的过度比较多 导致它的整体的实用面积 没那么强烈 反而是这个大弧形 就符合了它这个面积段的需求 我们这个平沙的 这个京华隔日湾这个项目 就介绍到这里了 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社区 周边配导都比较齐全的一个现楼项目 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欢迎致电给我们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价钱 刚刚我们看的这些弧形里面 如果是特价单位 即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这个C区二期的弧形的话 它最便宜的价钱 就可以去到10500左右 如果正常的其他弧形 好像C区三期这些比较小的单位 86、113等这些弧形的话 它的均价相对就会高一点 在11500到12000之间 整个C区整体的均价 都大约是这个价 我们的手续就需要回到这边去办理 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可以致电给我们拿详细的资料 下期见 拜拜